我们等这个水蒸化掉之后 打一个鸡蛋进去试一下 先刺个热度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小翔哥花了1800块钱 买了一个张秋铁锅 号称是永不粘锅 但是最后大家也都知道 严重翻车 紧接着我又看到李永乐老师 跟我们解释了一下 就是网上那些非常神奇的不粘锅视频 其实跟锅本身没有多大关系 这个现象叫做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个现象叫做莱顿弗洛斯特效应 只要我们把铁锅持续的加热 加热到一个几百度的高温之后 即使是普通的铁锅 也可以达到一个不粘的效果 理论上来说十几块钱的铁锅也可以 话重点了 十几块钱的铁锅也可以 我感觉我的机会来了 1800的铁锅我买不起 十几块钱的铁锅我还买不起吗 我感觉这十几块钱的锅 看着也可以 看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 能不能用这种方法 让这个十几块钱的铁锅达到不粘的效果呢 我们只需要打开火 不停的烧就可以了 很快锅里面就变成了这种蓝黑色 我们最好把它烧到发红为止 现在整个锅都已经变成了这种蓝黑色 但是好像离发红还很遥远 现在已经烧了大概有十分钟了 我们先倒一杯水进去试一下 我站起来吧 哇就是这种效果你看到没有 水倒进去之后它并不会蒸发掉 而是在这个锅面上来回的翻滚 哇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不错不错不错 我们等这个水蒸发掉之后打一个鸡蛋进去试一下 你看这种就像是在荷叶上的效果一样 我都不动了 它一直在来回的翻滚 能不能快点蒸发呀 我等不及了 我直接把它破出去吧 走你 粘了没有 粘了没有 哇 这个虽然没有网上的那个视频那么不粘 但是至少有那么点感觉是吧 滑不动啊 啊底下全糊了 但是可以看到 它好像是没有粘在锅上 我看能不能倒出来啊 你看整个倒出来了 稍微有一点火看到没有 刚刚肯定是因为温度还不够 如果我刚刚能够多等一会的话 应该就可以成功了 所以我们这次等久一点再来一次 本来我感觉20分钟应该可以了 但是我怕温度不够 所以整整烧了半个小时 现在我坐在这里就感觉这个热浪一鼓一鼓的冒上来 我的手放在这里的话 就感觉有点受不了了 现在我们打一个集团进去看看能不能达到不粘的效果 这个怎么讲呢 达不到那种滑来滑去的效果 但是也没粘了是吧 滑呀滑滑不动了 你看到没有 我放弃了我打算不搞那个滑动的效果 看看它就这样直接煎一个蛋 会不会好吃 哇看到没没粘 现在我怎么把它弄出来的 直接倒出来 把我的躺心弄破了 看一下这个鸡蛋 我来尝一下 糊了 好苦